早安你好 歡迎收看 早安八點 早安嘉芬 家凱早安 小芬 觀眾朋友 大家早安 昨天有一個話題 大家一直在討論 就是在海峽中線 不是月黑 不是風高的夜晚 怎麼會出現中國的軍艦 中國的艦艇 對不對 就是潛艦出現了 是核潛艇 對 可是那時候家凱說 不可能啦 什麼的 對不對 我說 戰爭的時候 這邊不可能有潛艇在這邊 在台灣海峽不會有潛艦在那邊 因為台灣海峽太淺了 為什麼 你潛艦在這裡 就等於是鐵棺材 多淺 到底是為什麼 家還會這麼說呢 我們是不是要先看一下 台灣海峽的地形圖 對不對 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個台灣海峽的行程 在大概六億年前的時候 這裡是一個潛灘 這裡位置是比較低的一點 就比較低 但是還好 海水的高度也並不高 你看它的深度只有20公尺 這個我們只是簡單的講 這中間行程的過程很複雜 我們把它過濾一下 又比較簡單 稍微讓大家知道它的行程原因 然後後來到了冰河時期的時候 因為結冰 結冰了以後 海平面會下降 海水沒了 所以這個時候我們的台灣跟大陸這邊是連在一起的 跟中國連在一起 對 這個時候就沒有海峽了 對 沒有水 所以它是陸地的 對不對 然後緊接著我們再來看下一張 冰河時期過了以後呢 那我們看到了這個大概在 一年九二 大概在兩億年前 太平洋板塊開始隱磨下去了 對不對 所以這裡的 這裡的台灣海峽這邊也隱磨下去了 所以這裡的地勢下降了 那南澳這邊有造塞運動 我們台灣這邊就凸起來了 這邊凸起來 對 這邊下降下去了 所以這邊海水就開始累積在這一邊了 台灣海峽就慢慢就開始形成了 然後到了一千八百萬年前的時候呢 這個整個冰溶掉了 冰河時期過了以後 海水面就開始往上升了 海水進來了 所以這個時候海水面就往上升了 然後所以就形成了台灣海峽 台灣海峽在這邊 對 簡單的來講大概是這個樣子 那這中間當然很複雜 是 包括了我們台灣的沿海 有些地方有一些礦物 也是跟這個有關係對不對 是 是 是 像是新竹 新竹採玻璃嘛 對不對 沒錯 玻璃跟這個有什麼關係 玻璃 因為沒有台灣海峽的時候 基本上這兩個是連在一起的對不對 對 那台灣也還沒有造塞運動 以前台灣是比較平的 甚至也有可能在這一個海平面以下 對 那這個時候呢 從華南這邊沖刷下來的沉積物 沉積在上面 包括沉積到了我們台灣西半部這邊過來 然後我們台灣島再隆起來 那一融起來了以後呢 我們就有一些沉積物 是從中國那一邊沖刷下來的沉積物 那有一些礦物呢 可能就是從中國那一邊被沖刷下來的 哦 所以像是新竹有玻璃嘛對不對 對 沒錯 怎麼沒有沖刷到石油啊 什麼一些珍貴的勒 台灣有沒有石油 台灣也有石油啊 只不過我們這邊我們缺不住而已 沒辦法儲存起來 我們沒有一個適合儲存的地址的構造 那一定是留到其他地方去的啦 好可惜喔 沒有辦法 不過我們台灣之前有挖到黃金嘛 對 對不對 對 沒錯 那台灣的黃金 黃金啦 跟這個中國那不一樣 那個不是沉積物啦 不是沉積物 對對對 那是從內部 台灣底下內部帶上來 火山活動帶上來的啦 就是這個造山運動的嘛 對不對 火山活動造山運動把它帶上來的 哦 好啦 沒關係 我們還是靠自己有一些珍貴的 對 所以可以看得到的是 台灣海峽這一邊 哦 這個地場是算是屬於比較新的 嗯 所以台灣海峽的深度並不深 不深 平均的深度 有人說是50公尺 有人說是70公尺 哦 所以 所以平均的水深是50到70公尺 所以我們講說潜艦躲到這一邊來的話 會變成鐵棺材啊 哦 就看到了嘛 對不對 因為它太淺了啊 你被偵測到了以後 深水炸彈一丟 你沒地方跑啊 哦 哦 哦 如果潜艇偵測到說 哎 敵方在丟深水炸彈 基本上它是往下潜的嘛 是 或者趕快跑掉嘛 是 那跑不掉的話 你今天要往下潜啊 所以現在很多人說 啊 是故意給你看的啦 對不對 來孫勢一下主權 對 嚇你一下 哦 也有可能是因為 就是因為很潜的關係 它就沒辦法潜下去嘛 所以它就只能上浮 當然不行啦 它那邊還是可以潜的啦 以潜艦的高度來講的話 平均如果50到70的話 它還是可以躲在裡面 但是有危險 它比較危險 對啦 只不過你被抓到的話 你沒地方跑啦 對 還有一個地方可以跑啦 還有哪裡可以跑 哪一個地方可以跑 這邊 你看 這邊 這邊是不是比較深的關係啊 我們看到這個顏色是綠色的 這個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顏色 綠色的大概在這邊 這邊比較深一點 越紅色的這個就越淺 就是大概50到70歲的台灣 你看台灣在哪裡 台灣在這裡 台灣在這裡 這麼大 觸碰 台灣在這裡 台灣海峽在這裡你看 紅色的黃色的有沒有 我們看到顏色 紅色黃色的有沒有 這邊的深度都是比較淺的 50到70歲 你看一下台灣海峽 跟東部外海做比較就知道了 對 東部這邊都是藍色的有沒有 藍色的這麼深 藍色的這麼深 所以我說潛艦如果真正在戰爭的時候 潛艦的分布 第一個 唯一可以躲的 巴塞海峽 對 第二個東部外海 你看連北部海面 這邊都還算蠻淺的 所以它能夠封鎖台灣的 潛艦的話大概就是在這邊 那為什麼特別把這個澎湖水道標出來 對 因為這邊算是比較深一點 它比較靠台灣嘛對不對 對 這邊算是 台灣海峽裡面比較深一點的 大概就是澎湖水道 澎湖水道 你看它是在這邊綠色的這一塊 深度大概是100到200塊 100到200 對 100到200 這邊這樣子的話 潛艦應該就可以多了 因為我們有查過這個潛艦的高度 對不對 在每一種潛艦的高度不太一樣 大概差不多6層樓高左右 有可能有到7層樓高的 不過就是就這個台灣海峽來說 澎湖水道就是比較深的地方 對 這個有人叫做黑水溝 黑水溝 對 對 我們用空照圖的話就可以看得更加的清楚了對不對 這個就是澎湖水道 這邊有一條比較黑的 比較深的 大家不曉得有沒有看到 對 不知道解析度沒有那麼高 這個打播客用滿頁讓大家看一下 這個澎湖水道 這個看起來是有稍微比較黑一點 應該可以看得出來 對不對 看得出來 對 所以它用名叫做黑水溝 而且叫做神秘的黑水溝 等一下我們再解釋一下 為什麼這個是很神秘 不過在鏡頭上畫面上 你看到這個澎湖水道就是比較深一點 對 它有經過了台灣跟澎湖中間 然後跟巴士海峽這邊相連 經過了澎湖台灣中間 然後往南跟巴士海峽這一帶相連 所以如果要在澎湖水道的話 潛艦最好的它可能就是從巴士海峽這邊 然後進來走澎湖水道 最好不要啦 好不好 最好不要 我們就會發現它 然後為什麼說澎湖水道很神秘 叫做神秘黑水溝呢 這裡經常會有一些事故發生 聽說這一邊的這個海流比較湍急 變化比較多 對 它是 其實是海峽水流最湍急的一個地方 所以有一句俗言 就是這個 失去 六死 三流 一回頭 對於這個黑水溝有很多很多的傳言 對不對 眾說紛紛 對 有時候講太快會被人講成臭水溝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張圖 我們就可以仔細來看到 其實這跟地形上是有很深刻的關係 就像說台灣海峽這一邊 因為它是一個喇叭口 台灣海峽北部這邊算是比較窄的 對 台灣海峽南部這邊是比較寬 喇叭口 對 所以就整個台灣海峽 因為地形的關係 東北風吹下來 台灣海峽北部的風 風浪 一定會比南部的風浪大 對 所以澎湖的話 每到冬天的話 是不是旅遊旺季 對 它的觀光季大概就是現在開始 就是現在 應該早一點的話 應該五月份就開始 因為東北季風的關係太強了 五 六 七 八 九月份還勉強 大概有四個月到五個月 應該是它的旅遊季 因為這時候東北風比較弱 對 是它的旅遊季 不然澎湖的東北風非常強勁 對 東北風一起來的話 所以它的數目都長不高 真的 沒錯 沒錯 你去到澎湖熱道 要找個數目找不到 真的 因為數目太矮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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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為這個關係 風非常的大 東北風很強 造成的浪也非常的大 對 對不對 我們剛剛講的是以台灣海峽來講 地形的影響 黑水溝這邊它也是一樣 這個叫管道效應 就是地形的效應 所以這一邊也是風浪特別大的地方 哦 風到特別大的地方 管道效應也是地形效應 因為它是形成一個漏斗性 比較狹長 對 你看它這邊也是一個 比較狹長的狀況 有沒有 這邊下來 它也是一個比較狹長開放的地方 哦 好 所以大家對這個 應該會有比較了解了 對不對 對 台灣附近的海域的話 最深的地方 大概就東部外海跟巴士海峽 最淺的地方就台灣海峽 台灣海峽 對 對 所以台灣海峽的話 要放潛艇的話很難 很難 很難 可不可以用走路的過來 當然不行 當然不行啊 好不好 沒有那麼淺啊 好 所以呢 其實昨天的這個情況呢 國防部說已經有掌握了 大家也不用太過緊張 然後佳凱今天也說了 其實如果真的是 潛艦要在這裡的話 不大可能 對 除非是它不是那一種 戰爭時期的 對不對 不是戰爭時期 它被你探到也沒有關係啊 你又不敢炸它 對不對 是 非戰爭時期的話 它有可能會在這邊 滑滑溯啦 會有啦 真正有開始打仗的時候 它應該不會在台灣海峽的 好 不過呢 我們還是要時時刻刻 做好準備啦 對不對 是 不過這裡就是有一個屏障 在保護著我們啦 對不對 跟我們的中央山脈 可以每次都躲颱風一樣 戶國神山 戶國神山一樣 戶國神海 沒錯 好 那還是要趕快來關心 今天的天氣變化時間 教會加開 好的 來 我們還是先來看一看 是目前戶外空氣品質的狀況 現在在彰化的二零 是來到了黃色普通 其他通通都是在綠色的良好狀況 所以空氣品質算相當好的 那另外氣溫方面來看的話 現在陽光出來照射 溫度開始往上升了 我們看到馬祖金門澎湖跟昨天比較 差別不是很大 像澎湖 外島澎湖已經來到了30度了 有海風在做調節的地方 這個溫度就已經來到30度了 那台灣本島這一帶呢 雖然只有一少部分台東恆春是來到30度 還有這個台南高雄 其他地方呢也是快接近到30度了 溫度上面今天甚至會比昨天還要再高 因為雲量會比昨天來的少的 地面圖看一看天氣系統的狀況 原本在北部海面的封面系統 可以看到在整個第二代往北的方向抬上去 這代表說呢 這個封面在離開我們台灣的 台灣的天氣相對的就會比較穩定 至少外面進來的雲層比較沒有那麼的多 到了今天晚上的時候呢 這個封面很明顯就是在北邊的 所以呢台灣出煤 接下來呢就是換日本韓國還有中國的華中這一帶 他進入了他們的梅雨季了 未來這一個月如果要到日本要到韓國的話 可能碰到下雨的機會就比較高了 還要注意下大雨的狀況的 那隨著封面北台離開了以後呢 我們天氣就比較穩定 但是還是會有熱對流的 大部分的午後陣雨在山區 平地方面的話可能中部局部地區啦 另外就是台北市啦 新北市啦 基隆 北亞岸 宜蘭 跟花蓮這一帶的平地碰到的機會比較高 那我們再從衛星雲土看一看 雲層發展的狀況 原本雲層發展的位置在過去這幾天 大概都是在北部海面這邊 這個大概就是昨天 前一陣子的雲層發展主要的位置在這裡 那隨著封面往北台了以後呢 可以看到出來他往北的方向台上去了 外面進入了台灣的雲層就比較沒有那麼多 但是今天清晨還是有一些雲層就在陸地這邊發展起來了 造成西班部局部地區有下了一些雨 包括了台南 高雄 另外中部這邊也有一點點 但是這些雲層現在大概慢慢都已經散掉了 我們從雷達這邊來看一看會再更清楚一點 今天清晨部分的雲層比如說台中這邊也快發展起來了 台南這邊也有 高雄這邊也有 但是都是一小塊一小塊的 下雨的時間都不長 現在海面上面還是有一些雲層在這附近了 但是這些雲層都會減弱掉 對我們陸地就沒有太大的影響 真正影響到我們比較明顯的就是熱力作用 到了下午在山區發展出來的熱對流 大部分的午後震雨是在山區 我們從氣象署所預估出來降雨的狀況就可以看到 這個是今天的白天大部分這個降雨是在山區 平地方面碰到機會比較高的基隆 北亞岸另外台北市新北市還有桃園可能部分地區 中部也有一點點午後震雨但是比較局部比較零星 另外就是宜蘭跟花蓮入夜了以後沒有熱對流了 台灣上空幾乎就沒有下雨的狀況這種日夜變化相當的明顯就可以看得出來 白天的雨就絕大部分都是塞白雨了 那到了明天白天降雨又增加了 主要一樣還是以山區的午後震雨為主 山區的熱對流發展起來往東半部過去 那入夜了以後少了熱對流了 可以看到台灣上空幾乎又沒有下雨的情形了 那至於說在未來這一個禮拜的天氣狀況來看 感覺上好像每一天通通都在下雨 而且下雨的範圍好像很廣 但是事實上這邊都是午後震雨 午後雷震雨的範圍就目前的科技來講的話 大概只能看得出來說是偏向在山區 還是連平地的機會都很高 那在平地的話要下在哪裡呢 以現在的科技來講還沒有辦法那麼準確的講說 雨一定是下在哪裡 午後雷震雨往往的範圍不是那麼的廣 就比較難以預報 所謂的三百豪如無貴殘荒 就是這個意思 那我們看到雖然說午後雷震雨的範圍很廣 但是不是下得那麼全面性的 可能就局部地區有一點午後震雨 我們再來看一看今天各地區詳細的天氣預報 現在看到的是在北部地區 那今天台北市新北市有一點午後震雨 桃園的午後震雨應該偏向山區 那氣氛方面的話都還滿高的 中部也是局部地區有一點午後震雨而已 那東半部來看的話 宜蘭跟花蓮基隆下午後雷震雨的機會都很高喔 外達的澎湖進門還有蓮漿 大概只有蓮漿還有點雷震雨高溫31度上下 這邊非常好震雨的雷震雨